谈谈港股大市的表现 上周五终止了七年跌 反弹了过百点 但恒指在高位受制于十天线 这周刚才也提到 观望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你如何看待后市的走势? 观望议息结果之前 大家首先要留意 人行之前提到 是上调外汇储备金率 今天就生效 所以到底开市后 人民币汇价的走势会如何走? 这也会影响到今天港股的表现 现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说撇除这个因素 我认为技术走势 也会在29,000点的位置 是否可以站得稳 暂时去看的时候 这几天可能是摘幅上落的机会 相对上就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至于外围的消息面 大家的关注度都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这个星期 倾向主要的波幅区间 都会维持在28,500点至29,000点之间 等过了这个星期之后 一些消息消化了 人民币的走势 大家又看到明朗化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后市的表现方面 可能会有机会乐观一点 可以看29,200点 甚至是29,500点这些位置 所以今个星期 都会维持一个策略 可能谈谈选股 不是看市 会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在美国柱里面 凍乱沙